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到来的流感季节 很快的医师们和公共卫生系统 要呼吁朋友们 别忘了该要接种流感疫苗 而在目前又有一个新的传染性的病毒 我们耳熟能详叫Monkeypox 尤其是在近来我们谈到猴豆 只是Monkeypox大部分来讲 它的传染的对象是属于男童性恋的圈子里边 主要是在体疫方面的交换而感染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昨天在学校开学之后 在我们休斯顿的学校里边 那么已经有两个学校 两个应该来讲 这一个学校有两个学校被报告 他们送出了报告 他们的学区里边有Monkeypox 有这个感染猴豆的学生 那么这一个是在北边 North Houston 一个就是在南边 Fortband ISD 在礼拜一都确认了 在他们的校区里边 有这个Monkeypox的感染 而在学校里边 校区里边 也遵从就是CDC方面的指引和专家的要求 为学生做好了防护 好 另外呢 在现在也要提醒朋友们 如果你要搭飞机 要到大机场 我们就是讲的Bush Airport的话 请你注意 你差不多要提前最少三个小时出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Bush Airport的周边 现在都是严重的重大的工程 在进行当中 所以在现在Bush Airport本身里边 也有这一些工程在进行 原来可以提前完成 但是因为受到了pandemic的影响 所以这一个工程 整个的完工时间也就往下走了 要拖一段时间 所以在现在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这一个地方的话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搭乘飞机 在Bush Airport进出 请你预留多预留三个小时的时间 早一点 早一点 要很早很早 你就必须要出门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这是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媒体在昨天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在台湾海峡的局势紧张之际 拜登政府准备要要求 美国国会批准估计规模 达到11亿美金的对台湾军售案 其中还包括了60枚反舰飞弹 以及100枚的空对空飞弹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在这个月初访问台湾 印发了在中国当局的不满 在台湾的周遭大规模军演 也升高了台海紧张局势 在现在预估这一项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准备要求 国会批准的11亿美元的军售案 还处于早期的阶段 内容还包括了价值 3.5亿美元的60枚的鱼叉二型反舰巡逸飞弹 价值8,560万美金的100枚 这是二型的响尾蛇战术空对空飞弹 以及6.554亿美元的延长监视雷达合约 根据了解 这个响尾蛇飞弹是可以挂载于 美国授予台湾的F-16战斗机上面 而在美国也在28号派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 两艘军舰在28号通过了台湾海峡 在白宫的发言人尚皮耶也在昨天 他表示未来几天甚至几个月 美国方面还会以部署以及演练 就是军事演习 来回应中国破坏稳定的挑衅行为 期盼能够把西太平洋的情势能够倒回稳定 针对美国的这两艘军舰 在紧张情势期间通过台海的必要性 尚皮耶则在简报会上说 美国方面是例行性的穿越台海 符合国际法也展现美国致力维系 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 关心完了在台海方面的情形 我们再看美国政府高阶官员 在昨天说 俄罗斯在这个月向伊朗购入 用于投入乌克兰战争的伊朗所制的无人机 而这种无人机多次的故障 不具名的发言官员说 美国评估俄罗斯在这个月收到伊朗所交付的 这种无人飞行载具 这可能是俄国采购数百架 类似无人机的计划一环 不过这一种无人机却频频的出故障 另外在这里美国农业部昨天就发布声明 位于印第安纳州洛根斯波特 洛根斯波特的泰森食品公司 它的猪肉加工厂现在暂停向中国出口产品 农业部说暂停出口由8月29号起就生效 农业部和泰森食品公司 昨天都没有说明泰森鲜肉工厂 停止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原因 而泰森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说 正在和农业部食品安全检疫处密切合作 确保泰森生产的所有食品 符合政府安全的要求 接着我们焦点又要看到马斯克了 这一个是为了要推出数百亿美元收购推特案 陷入这个征送的特斯拉的执行长 也是全球首富马斯克 现在已经正式传唤就是爆料者扎科特 来出庭揭露推特的垃圾账号的内勤 这位全球首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也致函推特公司通知正式的结束 440亿美元的收购提案 而美国的SAC就是正期会 也在昨天收到了相关的通知 那么为了退出这数百亿美元收购推特的案子 陷入征送的特斯拉公司的执行长马斯克 那么他希望推特前资安主管扎特科 有关推特存在重大治安缺口和不当做法的指扣 能够支持他的立场 那么在现在呢 这个案子啊 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法庭的诉讼当中 那么在根据报道呢 设法要推出这笔440亿美元收购案的马斯克是说 社区媒体推特是在假账号或是机器人账号的数量上 对他加以误导 不过推特对此是强烈的否认 而对马斯克提起了诉讼 好 马斯克呢 他的这个电动车啊 这个是特斯拉啊 现在应该来讲是引领了 在我们的交通交通工具的一个新的方向 而在现在呢 这个我们名声越大 受到的关注和攻击以及缺点也就越多 在现在加州就有一名特斯拉Model 3的车主 就控诉这个车子没有碰上障碍物 却会突然的停车 俨然是一场可怕又危险的梦魇 那么也提议要对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提起一个集体诉讼 尽管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始言 在年底前会实现全自驾 而这起诉讼就让民众和监管单位 要进一步的来放大检视特斯拉的驾驶辅助技术 到底好还是坏 缺点在哪里了 好 最后我们看到呢 这是九金山的消息 加州奥克兰一名13岁的中学生 昨天就在一起校园枪杀案当中受伤 涉嫌开枪的另外一位凶贤才只有12岁 现在已经被警方拘留了 发生在这个中学的校园枪支暴力事件 涉及的两名学生 在警方则表示枪杀的原因现在还不明朗 整个案件还在继续调查当中 借这个新闻提醒所有我们在家中有枪支的 你收留有枪支储存的听众朋友 你的枪一定要收好锁好 你的钥匙要带好 然后呢 有密码也不要随便的披露的 不要告诉自己家的这种年轻的小朋友们 好朋友们 带给大家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虎美剑下边焦点焦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国际新闻我们第一个呢 先看到在欧洲面临能源危机之际 法国的能源工艺商Engine公司 他现在表示 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 现在因为双方公司在部分合约的适用性上 存在着分歧 所以已经通知Engine 从今天起建供天然气了 根据报道能源公司Engine在声明中说 就像先前说的 Engine确保了必要的供应量 旅行先前对顾客承诺和自家公司的需求 也采取数项措施 大幅降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中断天然气供应 可能造成的直接财务和实质影响 现在欧洲能源危机蔓延下来 俄罗斯也减少了 自备于法国的天然气方面的供应 接着我们再看的 这是联合国在今天表示 全球有一半的医疗设施 是缺乏基本的卫生服务 使得将近40亿人口 现在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 根据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这些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 和他们的厕所没有水和肥皂 或是酒精性的我们所谓的干洗手艺 在世卫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的联合监测计划报告中说 38.5亿人使用这些医疗机构 让他们面临的是更大的感染风险 其中包括了6.88亿人 是在根本没有卫生服务的医疗设施当中 去接受治疗的 接着我们来看的就是韩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首尔的报道 南韩政府就在今天敲定了2023年的预算 而在其中南韩政府的国防预算 比较今年度原来的预算增加了4.6% 在外交统一相关预算则增加了7.3% 其中7500亿韩元将会用于对北韩的人道支援 还有开发合作项目 在今天公布的韩国的这一个国防和统一预算 整体预算的增幅虽然从8.9%缩到了5.2% 但是在外交统一相关预算当中 它的增幅还是往上增加了7.3% 另外来自东京的消息 这一则新闻我们看看 在日本的乡川县政府 他两年前实施了所谓电玩条例 就是规定未成年的孩童 每天玩电玩打电动玩具 Play game的合理时间 但是没有设任何的罚则 虽然设了合理时间 但是并没有罚则 就是如果你犯规你超出了 要如何处罚 这个没有 在当年就读高中的男学生就认为 这个条例是违宪了 而提出求偿 在今天8月30号 他被地方法院驳回了 我想这个案子的审理应该来讲 大伙大部分父母们都会支持 师长们也都支持的 玩电玩是应该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自己控制不了 那么只好求诸于 由法律来限定了 好我们在新闻再来看的是乌克兰的消息 乌克兰的科学家鲁塞夫 他每天都在巡视黑海沿岸检查 有没有海豚搁浅 在现在他估计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有5000只的海豚死亡 他并且指出因为俄罗斯的军队使用的声纳 这是海豚死亡的罪魁祸首 那么他表示呢 就是现在的工作 每天早上都会在埋油反战车雷的沙滩做巡视 而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也破坏了在黑海的生态 他表示到目前5000只海豚的死亡 就是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声纳而导致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 在比较不一样的新闻 这个是在昨天公布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 就算在未来我们不再出现任何暖化 我们人类不再有暖化的这样子的情形 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的产生 格林兰所融化中的冰层 还是会造成海平面显著升高 而随着温度持续往上攀升 可能会在这个世纪带来的是不利的影响 主因格林兰和南极冰层融化而上升的海平面 将会在未来数世纪让我们的世界地图重新的绘制 最终还可能会淹没目前数亿人居住的土地 是不是会演变成这种局面 就要看我们人类要怎么样子来阻止这个暖化的发生 继续的发展 而在现在科学家以及调查机构也说 在北极地区的升温速度比地球其他地区更快 格林兰的冰层目前就是地球海洋膨胀的主要原因 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和您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我们在中国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在今天召开了会议决定 由10月16号会在北京召开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并且会在10月9号先召开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 根据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项会议将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并研究19届七中全会级二十大筹备工作 做出上述决定 报道也提到 政治局将会向19届七中全会建议 在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二十大 而美国在日前派遣了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并且表示在未来将会以部署以及演练来回应中国的挑衅行为 把西太平洋的情势导向稳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则回应 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实力 在赵立坚说 在现在改变这一个现状的并不是中国方面 那么他表示呢 对于就是台湾方面的这个挑衅行为 那么这个中国绝对会要予以回应 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也在日前说 在中国和菲律宾 两国政府都在期望共同开发南海自然资源 他则希望重启中非南海油气开发协商 在中国当局也准备好在能源领域与菲律宾合作 刘建超是在2009年到2011年担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而在26号抵达菲律宾展开了三天的访问 那么刘建超会见了菲律宾众议院的议长等等这个领袖 而在刘建超方面呢 也表示就是北京计划在四个重点优先领域 要与马尼拉展开合作 包括了农业 基础设施 能源 还有民间关系 另外呢 在中国南方地区经历了高温久旱的天气 长江流域的旱象是尤其的严重 中国应急管理部 财政部 紧急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达人民币7亿元 投入了地方抗旱减灾的工作 在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室以及应急管理部 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为受汉地区的群众包括了送水 拉水 确保群众在饮水方面的安全 那么副部长也说 在南部地区7月以来 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少雨的天气 这波旱象那么这个包括了高温日数是历史同期最多 降雨量却是历史同期最少 而江河来水量也异常的这个枯竭 高温旱灾那么是相当的严重 而在四川地区呢 现在根据中国的媒体报道 四川全部的大工业 一般工商业也从今天起可以恢复正常的宫店 重庆也取消了有序用电和商业节约用电的措施 在整个四川川渔地区 电力供应现在恢复正常了 四川全部大工业 一般工商业在今天恢复起正常的供电 四川是由7月以来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呈现高温持续 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 而且极端性强 所以四川就开始限电了 15天之后在现在川渔地区的滇力供应 现在终于可以恢复正常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呢 来自中国的消息 随着最后一组500公尺长钢轨顺利的铺设 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铁新建福下 就是福州厦门铁路全线铺轨贯通了 铁路建成通车之后 福州厦门两地将会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在30号在新建福下铁路厦门北站施工现场 随着最后一组500公尺长钢轨顺利铺设 这个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铁新建福铁路全线铺轨 现在已经贯通 好我们最后看两个 这是关于在官员的惩处方面 去年遭到惩处的 这是前甘肃省副省长宋亮 在今天因为受贿罪一案 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院指控他收贿人民币7968万多元 为他人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村镇银行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 而河北省的成德高新区 日前也发布了防疫罚则 对隐瞒行程不配合异调者 列入失信黑名单 而且亲属是不得参军的 也不能入党以及报考公务员 这样子的罚则被外界批评为株连九族 有点像是皇帝当家 所以在中国官方今天也对此公开致歉 并且撤销了罚则和相关的究责 好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您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我们接下来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要和台北的新闻主播一块关心 那么台湾的最新消息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斯利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中秋节将至 蔡英文总统今天前往澎湖 蓄勉空军天驹部队 澎防部防空连 以及空军第七雷达中队 和海军146舰队 总统表示 中国在军演之后 仍然以无人机侵扰 并结合认知作战手法 持续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嚇 总统已经下令国防部 适时的采取必要 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的领空安全 总统说 我要告诉大家 敌军越是挑衅 我们越要冷静 我们不会让对岸 有不当的借口 来制造冲突 我们不会挑起战端 我们自我克制 但不表示我们不会反制 我已经下令国防部 事实采取必要 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的领空安全 总统也重申 台湾捍卫主权 及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 绝不会因为压力 或恫吓而退缩 政府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蔡英文总统 今年也接见来访的 瓜里马拉外交部长布卡罗 总统感谢瓜里马拉 始终坚定支持台湾 他并重申 在全球威权主义 持续扩张的时刻 民主阵营连线盟友 应该持续合作 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守护自由民主的生活 总统说 就在上个月 布卡罗部长 也陪同贾迈代总统 前往乌克兰前线 以具体的行动 展现对和平的坚持 此时此刻 面对全球威权主义的 持续的扩张 我们在民主阵线的盟友 应该为了 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守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共同持续来合作 布卡罗则表示 他此行就是要表达 两国团结一致 以及友好之情 并坚信任何冲突当前 都有必要进行对话 台湾民主基金会 美国在台协会 外交部举办的 2022年 区域宗教自由论坛 今天登场 共同关心 威权体制下 因为信仰受压迫的 个人跟团体 蔡英文总统 硬邀在开幕仪式 致辞表示 台湾将持续地 维护宗教自由 这个普世人权 并且致力建立一个 没有宗教迫害的世界 总统说 我方的目标 是创建一个 没有人因为其信仰 或宗教认同 而被迫害的世界 我们相信 拥抱多元与兼容并蓄 将会为国家带来繁荣 但是拥抱多元与 使用不同的想法 和信仰 可以存在 COVID-19变异株 BA.5的本土疫情 明显升温 国内今天病例数 破了3万例 确诊数跟口服 抗病毒药物使用人次 都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新高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通知各医疗区医院 调高专责病床 开设比例 其中疫情升温 比较快的双北 应变医院专责病床比例 必须达到25%到30% 台北市联合医院 和平院区 已经备妥了100床 开设比例达到50% 积极备战 指挥中心医疗营变组 副组长罗依军说 那因应这个双北的疫情 升温的比较快 所以在台北跟新北的 应变医院 就是我们的 台北市联合医院 和平院区 以及就是新北的 这个位于三重的 新北市联合医院 这两家医院是 台北跟新北的应变医院 他们的这个 专责病床 开设的比例呢 要调升到至少是 25%到30%以上 那事实上 像和平院区的话 他已经开设了 他已经增加 开设这个床数到 100床 大概是医院的 50%左右的一个 开设比例 来因应这一波 可能在双北会先升温的 这个BA.5的疫情 非洲猪瘟在四年前 从中国传播开之后 至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只有台湾跟日本 还没有沦陷 中秋节即将到来 非洲猪瘟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今天表示 各全责机关将加强 境外快递邮包 以及入境旅客的心理检查 5月宣布的 违规邮包财阀 新台币20万元 目前的案件数量持续下降 但是指挥中心对于10月 边境的开放 不敢轻敌 将会全面备战 距离年底九合一的选战 越来越近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 今天公布了社会福利证件 包括更具弹性的 日夜临托服务 坐月子补助 新台币36000元 增加公共化 两岁幼幼班 增加日照中心据点 以及6到18岁 每年发放1500元的游艺券等 针对蒋万安日前提出的 妇女育儿及新住民的证件 陈时中今天回答媒体询问时 也表示 社会福利最好是一体成型 所以他更完整的提出 也会努力去做 他说 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 则被问到是否担心 日前提出的社福证件 不够全面 蒋万安表示 未来会更完整的对外说明 媒体报道 指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 张善政 过去主持的研究计划 涉及抄袭 民进党参选人 曾韵鹏 跟民众党参选人 在相邻 今天都要求张善政 说明清楚 张善政则表示 那是研究计划 是将国外新的农业电子化进展 介绍给国内的研究单位 与论文的兴致不同 他对这个研究计划 对台湾农业电子化 带来的贡献感到骄傲 张善政说 那个计划主要的目的 是要收集 整理国外农业电子化的 新发展的资讯 介绍给我们农委会 底下很多研究单位 这个计划不是一个论文研究 也不是要我们去 开发出什么农业的新技术 而是把国外县城 很多新的农业电子化进展 介绍给我们国内的研究单位 所以性质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全国中小学 今天正式开学 新学期第一周 也是友善校园周 教育部宣布 启用新的反霸凌专线1953 以陪你勇敢不再旁观为号召 24小时开放通报 一同来反霸凌 教育部次长林腾角说 1953的这个宣导主题 我们特别把它定为 陪你勇敢不再旁观 也是希望我们学生当发现 或者是说正在接受到 不正当对待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善用 我们这个1953的这个专线 次时的来寻求这个协助 台海局势紧张 国军无不紧绷神经 而趁着93军人节即将到来 经济部今天宣布 百业挺国军 集结了16家业者 为国军提供消费优惠 包括了四大超商 外带好味 聚会好食等类型 来慰绕国军 保家为国奉献的辛劳 经济部商业室司长苏文凌说 因为每一家的经营形态都不同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给我们的 国军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说他们比较喜欢这种 年轻的素食 有摩世汉堡可以选择 那如果比较喜欢这种 台菜式的这种聚会 我们有新业 那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外带 烧烤其实也都有 还有四处都有的这个便利商店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提供多样的选择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米其林指南2022 新级餐厅名单 今天揭晓 除了军品酒店的移工 连续五年荣获台湾 唯一的米其林三星输融 还有七家台北及台中的餐厅 蝉联二星的肯定 荣获一星肯定的餐厅则有30家 其中首度摘新的七家餐厅里头 有两家来自高雄 这也是米其林新级餐厅 首度照亮南台湾 交通部常务次长齐文中 今天在新级餐厅的发布会上表示 不仅带动台湾的观光 也展现台湾在世界美食地图上的地位 他说 台湾美食一直都是我们推动国际观光 旅客来台的重要元素 各位厨师朋友们 仍然持续的透过料理 来展现台湾在地的活力跟韧性 在餐盘上面精湛的演绎 当令的大地位 那今天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米其林指南2022的出版 就代表了台湾在世界美食地图上的地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